接下来也是我的一位老朋友 来自中央人员广播电台的梁恒达先生 此人一向已在电视上说各种评书而著称 什么热闹都有议论什么 一向大家对他有很高的期望值 中午了我们会困 老梁 老梁 中午了我们会困 所以讲得好一些 好吧 你们都等我的吧 站在这儿我回头看一下咱们这个主题台 我心里感觉很清楚 在我们八个这个演讲嘉宾上台前 大家都听了若干领导的讲话 我想你们一定会有这样的认识 这个领导讲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 那些已经退居到二线的领导 汪汪还放过 可是在一线还在奋战这个领导 我不客气地说他讲的话比我的胜都输 那么这个责任并不在领导本身 而在什么呢 他背后强大的这个权力光环 也就是说公权力的光环可以扭取一个人的正常形态 那么往生的说公权力的光环也可以扭取一个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国家建设法治社会最大的障碍 恰恰是公权力 首先一个公权力 无所不在的控制能力和既得利益集团强大的博弈能力 再加上两者搅在一块分不清楚 这就对眼下法治社会的建设 起到了很大的承担 尤其是当前 改革故事趋于破裂 社会阶层日益固化 眼下我们面临的一个很主要问题就是 法治社会 中国有一个怪典 法治的每一次进步 往前要卖两分 就得往后退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状况 就到往后退一步这个关键点 那么如何克服这个方向 能让我们向着民主和自由的方向去发展 我这里要说的就是传媒器的作用非常大 你就拿咱们今天大家比较关重的律师来说 我认为最近这一两年 律师的职业环境空前额略 尤其是形变律师的职业环境 那么这种额略是从哪来的 我们似乎感觉到公权的和律师之间这种对他 往往我们看 每当一个形变律师 在辩讳的过程当中 经常在中级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质疑 你替谁说话 你的立场站到哪去了 你怎么能替坏人辩讳 这其实从我的法律职业者的角度来讲 维持控制平衡 法院居中 恰恰是我们社会主义司法的一个模式 而现在很多强大的公权力 就要打住这种模式 其实跟大家说对时代 从中国历史封建社会 开始形成的一天开始 律师一直不受公权力的代言 因为公权力认为 律师是以是为非 以非为是 直播能两可致辞 给政府找麻烦呢 他也希望社会很和谐 可律师不是挑事啊 所以这种思维 一直到现在 都影响着我们公权力 对律师的判断 为什么我们要讲 空变平衡 现在我们普遍事实 审前提案 当被告 作为当事人来讲 他在里边待这个时候 他有多大的能力 能在一个平台上 跟掌握着国家机器的 增减性观对抗 他非常难 那么这个时候律师的出现 其实就是帮助 处于弱势被告一方 来完成空变平衡 假如现在 连律师这个权力 都给割夺的话 我们可以想见 公诉方百五百胜利的话 我们还要公诉去缓解干嘛 那么既然公诉方百五百胜利 我们还要审判干嘛 所以律师是社会准备法制 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平等地国 可以想见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律师 会形成什么样的无状 而现在很遗憾的 律师伪证军 有点犯案存在 刑法三百零六条 单给律师定了一个伪证嫌疑 没有给公诉人这方定的 最为滑稽的是 律师可以检举被告人 这违背的律师一个最基本的职业论理 你拿了人家的钱 你要为人家服务 你反而去检举他 更为滑稽的是又倒过来 被告人还可以检举律师 律师对我服务的 然后我全部检举他 获得减刑 这是最没丑陋的一幕啊 如果国家采信这样的证据的话 我认为就是不道德 就是对法治社会一种倒行律师 怎么能违背这种基本的论理呢 所以在这一两年 我特地注意观察律师的职业环境 尤其形变律师是非常恶劣的 而且这种恶劣环境 往往他会遭到公权力激烈的报复 当你空面双方对抗的时候 公权力反击能力非常大 那么这种反击 会使很多律师在明哲保身的基础之上 这是非常正常的想法 自觉不自觉的躲开形变 向权力和金钱套路 那么弱势清体第一 谁来保障 法治社会怎么建设 所以这是这两年 我看到的律师这个行动 出现了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我认为强盗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 强盗律师要讲政治部大局 让律师回归政法系统 是对三十年改革开放 对律师这个角度来讲 最大的一次护盾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